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来到学习广校 欢迎来到图老师科达 那么今天这期课我们将继续学习比例这一项 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会从以下三个方面讲解 第一个就是来看一看比例尺的认识 第二个咱们将一起来学习图形的放大缩小 第三个咱们将学习比例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关于比例的用用 好了 那么在学习今天这期课之前呢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咱们上一节课讲了什么东西 别跟我说话了 上级课我们讲了什么是比例 以及正比例 反比例 对吧 那么尤其是对于正比例和反比例 你还有印象吗 完了 就剩下正比例 反比例这六个字了 来一起回顾一下什么叫做正比例 我们说所谓的正比例就是两个量 如果它们相处伤一定 那么这两个量就称之为正比关系 比如 我们在形成问题当中 如果你的时间一样 时间固定 那我们知道时间等于路程除以速度 对吧 时间一旦一定的话 随着路程的增大 那你的速度肯定也增大 反过来说是不是就是你的速度越大 路程越远 对吧 是一个同增的关系 再比如 再比如我们那个那个 那个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单价 我们知道单价等于 总价除以数量 对吧 如果你的单价固定了 那随着你的数量的增加 那你的总价也会增加 是不是也是一个同龙的关系 对吧 好 这是称正比的 那还有一些是乘反比的 什么叫做乘反比的 反比看什么 如果两个量它们的乘积 乘积一定 那么这两个量我们就称之为反比关系 比如咱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 最常见的是什么 面积 对吧 我们说如果你的面积 一定 咱们就假如在长方形当中吧 面积S一定 S等于长乘宽 那么长跟宽之间 乘积一定了 长跟宽就是反比关系 随着长的增大 那么这个宽是不是就会减小 对吧 这就是反比关系 好了 正比反比咱们都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找几个小东西 判断判断吧 来 看一看我们的课前小练习 判断两种相关联的量 是否成比例 成什么比例 是否成比例 看什么 要么你就看它的 伤 要么你就看它的 成绩 对吧 就看这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第一个 总路程一定 速度和时间 嗯 速度乘一时间 等于总路程 我别写这样写成 这样写成有点像 有点像 像写了个差 对吧 嗯 所以啊 第一个 s等于 v乘7 是吧 它是固定的 那于是 这个是 反比关系啊 第二个 总页数一定 看了的页数和剩下的页数 看了的页数剩下的页数什么关系啊 相加等于总页数 所以 I'm so sorry 这个叫做 固成比 对吧 下一个 购买铅笔的单价一定 总价和数量 嗯 这个刚刚说过了 单价 等于 总价除以 数量 对吧 那单价一定 商一定 所以这个是 成 正比关系啊 第四个 汽车形式的速度一定 所走过的路程和时间 速度v一定 v等于路程 时间 对吧 所以随着时间的增大 路程也在增大 那么这个就是成 商一定 正比关系 对了吧 好了 孩子们呢 这样的话 我们对这个正比反比 是不是稍微能够回顾起来 一点点了 OK 那正比反比呢 咱们就不再啰嗦了 咱们说一说 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比例尺 我们说比例尺啊 可能你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啊 已经见得比较少了 来 起步手告诉我 家里还有地图的 谁家有啊 现在都用手机 iPad了 对吧 很少有地图 这个东西了啊 那好 给大家看一个啊 看一个小地图 这里有一个北京市的地图啊 大家会观察一下 这是整个的大北京市 对吧 北京中心区 然后这边是天津啊 呃 然后我问大家啊 那有这个地图 我们得到什么消息呢 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这个地方是北 这个地方是南 呃 肯定不能啊 对吧 你不能可能说 天津北京 啪 一只脚迈过去了 这不可能 那 那那 天津离了北京 到底多远呢 是不是我随便 画一条线呢 不是的 对吧 它是按照一定的比例 缩放到这个图上去的 那按照什么比例啊 哎 看这 人家图中给出来了 比例尺 一比 四百万 当然了 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哎 这里边有一个 一小节啊 这一小节是一个单位程度 等于四十千米 啊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在地图当中的这个单位程度 这一小节啊 呃 都是一厘米 啊 那你来看 有了这个比例尺是干嘛用的 这里比例尺是什么意思啊 哎 比例尺的意思就是啊 图上的距离 跟实际距离的比 叫做比例尺 啊 如果你要写出来的话 就应该这么写 啊 就是图上距离 比上实际距离 等于比例尺 啊 你看 现在这个比例尺是一比四百万 那是不是就代表了图上的一 就代表实际的四百万 对吧 那换句话讲 就是图上的一厘米 就等于实际的四百万厘米 如果我现在量了量 从北京到天津 啪啪啪 三厘米 那什么东西 哎 一厘米对四百万的话 那三厘米是不是就对应着 三个四百万 厘米这么多啊 知道吗 哎 这就是咱们的比例尺啊 当然了比例尺不只有这一种写法 比例尺还有什么写法 你用分数来写也行啊 它也是 注意 都是先是图上 后是比上实际的距离啊 叫做比例尺 那我再解释一下啊 宇同学说老师 你这个 这个地方有个比例尺 那这个地方还有个零到四十千米 这是什么意思 哎 这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是用数的形式来表示比例尺 这是用这个图式的形式来表示比例尺 其实这两个呢 是一样的啊 为啥一样 我刚才说了 这一小节在图中说代表一厘米来着 那你看啊 这个一厘米对应的四十千米 如果你转化一下的话 图上比实际 单位一统一 这是一 这个先化成米 先三个零 再化成厘米 先两个零 那你看 嗯 这是多少 这四百万 对吧 这四百万 怎么不太一样呢 真的一样哦 真的是四百万哦 一比 四百万 对吧 一比四百万 只不过是 有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数啊 它可能写不开啊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呢 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四十千米的形式 好吧 好了 这是关于比例尺的简单介绍 其实呢 你重点要记住的比例尺永远是图上距离比上十几几 好吧 好 这个图啊 还能 我说这个图比实际的地图比实际的北京跟千金之间的距离要大还要小 要小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种啊 比例尺叫做缩小比例尺 哎 那有缩小比例尺是不是就一定有放大比例尺 那什么时候用放大比例尺 比如说我造一个精密的元器件 啊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手机 手机里面的领部件是不是特别特别精密啊 但你说我画图的时候我能不能 他他他本身就那么一点点 我就画那么一点点 那不能 那那你不累死了 对吧 而且你工程师也不能照你这个做 所以呢 有的时候一些精密的零器件 我们为了看着方便 就使用一个放大的比例尺啊 那所以呢 我们说比例尺除了有缩小的也有放大的 那怎么去看是缩小的还是放大的呢 哎 比例尺永远是图上距离比较实际距离 如果图上一实际是四十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你这玩意是不是被缩小了 对吧 如果你图上的是二 而实际的是一 那你看实际的变到你图上去变大了 是不是就放大比例尺啊 对吧 放大缩小 现在能够保住了吗 主要是看这个啊 永远是图上比实际啊 永远是图上距离在前 实际距离在后 好了 好了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咱们先做一个小练习 来一起看一个 看着 北京到青春的实际距离是120千米 在一幅地图上量得两地之间的距离是2-4厘米 问你这幅地图的比例尺是多少 怎么回答 比例尺永远是 永远是图上距离比上实际距离 那么在这里图上是2.4厘米 比上实际120千米 那对单位换算 对吧 那这个地方就写成 2.4比上120 加三个0换成米 再加两个0换成厘米 对了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同时可以除以 扩大十倍 同时扩大十倍啊 再来一个 然后同时除以24 这个除以24之后剩1 这个除以24之后剩5 对吧 那所以这个是A比啊 一样长四 是不是1比500万 就出来了 对吧 好了 那关键比例尺呢 咱们先介绍到这 那么接下来的题目 是不是该到你的练习时间了 来专件时间做一做啊